2016年的暑假,我們去四國 上次沒有直航機,這次有了 直飛鄉村縣的高松 他的機是11點半出發 飛行時間大約3個小時 去到高松點多鐘 時機是11點半出發 時機是11點半出發 時間都很小 拿完行李就去搭巴士 我們去中新町站 然後走過去 Super Hotel 其實我們都想住Dormi Inn 不過Dormi Inn除了千多元一晚之外 還要滿了 所以我們最後選了這間Super Hotel 價錢只是幾百元一晚 位置也是高松田町商店街裏 所以去哪一處都很方便 放下行李之後 我們就走過去栗林公園方向 打算去吃個都幾出名的烏冬 Google Map說它是4點鐘關門 誰知道原來它是3點半就關門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不可以盡順 Google Map上面的資料 走回去栗林公園的入口 對面馬路有一間餐廳 燈燈閃閃閃閃 即是代表開門 入到去是一間家庭式烏冬店 裝修都是傳統日式的風格 到處都放了很多商品 任君選購 本來去上園的 食條麥年大點之無 3點半山 但Google Map明明是寫4點鐘山 雖然是這些小店 但煮出來的烏冬 麵質非常彈牙 再加上熱騰騰的高湯 吃起來真的幾好吃 吃完還喝完這杯神戶陪煎的時候咖啡 香氣十足 吃完就4點多 栗林公園就5點半山 還有一個小時時間 走一走這個日本四國地方最著名的庭園 這裡並不是日本三大名園 不過都可以跟他們比美 它漂亮的程度 米芝蓮都給了三星 栗林公園以深綠色的紫雲山為背景 巧妙地分佈了6個水池 還有13座假山 而這裡的庭園都是由松樹組成的 大約有1400伙 其中有1000伙都是由象仁親手修剪 修剪過的松樹 經過300年的時日 已經好像一盤盆栽那麼漂亮了 還有一倍的小孩子 除了這個伤圍 是追加山小狗是顏色的 作詞曲其中的寶寶 是誰的祝珠 從前一 Viru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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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